那也有可能你会看到的是现代人 有可能是近代 例如100年内或者是10年前的你 有可能是你会看到未来的你 或一个未来世界 很奇怪 明明你要看前世今生 为什么跑到未来去了呢 因为那是潜意识要让你去理解的部分 所以你在里面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了 嗨 我是凯莉 今天来跟大家聊的是 前世你是谁啊 还有如果你做了前世今生的催眠体验 那你会看到什么啊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很好奇对不对 所以凯莉做了很多的前世今生催眠 很多人想要来体验这个前世今生的催眠 基本上有一部分的人 他为什么会想要来做这个体验 都是他很好奇 好奇他前世可能是一个大人物 或者是好奇那个他前世有可能是什么 中国场景里面的什么千金大小姐啊 或者是皇朝里面的那个某个厉害的武将啊 那有可能是什么埃及的祭司啊 或者是什么什么之类 他很好奇 那第二种人呢就是他想要找出答案的 找出哪一种答案呢 就是有时候他可能有心灵上的伤 心灵上的伤就是他在这人生过程当中 不管是原生家庭的创伤 跟父母亲一直解不开的谜 然后或者是一些儿时被受霸凌啊 或者是遭遇了他觉得不公的待遇啊 或者是在人生旅途上他因为有一些人际方面的困扰 例如在感情方面或者是在交友方面 或者是在方方面面他有一些心灵上的创伤 他想要找出为什么 那是不是跟前世有关 是不是跟我的之前的业力业障有关 他想要知道有些人呢 会因为他身体上有一些他无法解释的病痛 例如啊在某时某刻他总是会在那个时候 就突然间偏头痛 或者是他在某时某刻就会突然间脚使不上力 会有颓软感 或者是在某时某刻他就会有晕眩感 或者是有一些莫名的病痛 一直一直的跟随着他怎么样吃药都不会好 那他就会怀疑到底他的前世是不是发生了什么 特别的事情然后是前世带下来的 这些人他也会很想要知道为什么 那他就来做前世今生的体验 那在体验的内容当中啊 大家会不会很好奇啊 很多人体验的时候都会希望是 就像在看影片一样 例如我就是那个蜘蛛人 那我在里面呢我可能飞天啊 然后在那边晃来晃去 然后从A建筑到B建筑 我的个人体验就是我是那个蜘蛛人 在体验这所有的一切 哦可能不一定哦 因为我们在催眠画面里头啊 尤其是前世今生这种比较深入的催眠 有可能会有几种可能的视角 第一种视角呢就是 我的沉浸式体验 就是我本身就是蜘蛛人 我在那里飞天钻地 然后在那里跟那个坏人对抗 在那里跟女主角很热恋这样 我就是那个沉浸式体验的主角 是用第一视角来去产生的 那有可能是第二视角 第二视角是什么呢 就是你在看这个蜘蛛人的影片 你在看汤姆熊正在播放的这个影片 然后你知道里面的主角就是你 这是第二视角 那还有可能是 有时候是你在里面演 突然间切换出来你在看 这也有可能 也就是第一视角跟第二视角的交替 就像我刚刚所说的 画面的经验的内容 有可能是一种沉浸式体验 就是你是本身是主角 你演得非常的尽兴 你非常的投入 你就是那个主角本人 那也有可能是第二种 就是用影片播放的方式 就是整个影片是流畅的播放 它是没有间断性 哪怕它可能会从A场景转换到B场景 但是你就会知道 它就是一个影片播放的方式 那还有第三种是断序性的 像我的个案当中 有些人他就会是像看头影片式的 一片一片这样子看 也有可能有些人是像看一幅画画在那里 一个像画展画廊般的这样子的一个展览空间 他一幅一幅一幅的看下去也有的 或者是也有像翻照片式的翻页式的 这都有可能 而这些连续性的东西的每一个画面之于 这个去体验前世今生的人呢 都会有其非常深刻的感受跟牵动 那如果在前世你有可能是谁呢 当然你有可能是谁的这一个部分啊 其实在卡里吉尼的这么多的 催眠的这个个案当中啊 其实也是包罗万象 绝对不仅仅只有你想像的什么古代人啊 或者是什么的 那给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种人类有可能是地球人 可能出现在古代 最常大家最希望看到的就是 我是古代的地球人 那古代的地球人呢 就有可能是在各个地方会出现 有可能在非洲啊 或者是有可能是在南美洲啊 在中东啊 在中国啊 在埃及啊 欧洲啊 美洲 这都是有可能 你是古代的地球人 分布在不同的国家 跟不同的朝代 做不同的职业 拥有不同的人生 这一种是大家 一般当然也是样本书最多的啦 那也有可能你会看到的是 现代人 有可能是近代 例如一百年内 或者是十年前的你 有可能是你会看到未来的你 或一个未来世界 也是地球人的身份 但是是未来世界 很奇怪 明明你要看前世今生 为什么跑到未来去了呢 因为那是潜意识 要让你去理解的部分 所以你在里面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了 那这是第一种 地球人的身份 那还有第二种 你是谁 也有看过很多 宇宙人的 宇宙人就是我们所谓的外星人 举凡非地球人以外的 不好说是人种 比较是宇宙系列的 我们都称之为宇宙人 那宇宙人呢 我有看过那种 就是外星人的形体 然后长得 他全身穿得非常光滑 然后粘贴在身上的那一种 银色 然后脸 他长得很丑 那其实没丑 只是我们地球人的观感 来去看宇宙人的样态 所以他说他觉得他很丑 OK fine 那反正就是宇宙人 那宇宙人呢 就有分 有人的形体的 跟有看起来怪怪 就是长相很怪异的 那一种宇宙人形体 那这是第二种 宇宙人形体 然后还有第三种 不是人是什么 我是要看前世今生 我现在是人 我的前世应该就是个人 没有 还有那种不是人的 那不是人会是什么 有可能是这世界上 所有你可能认知到的 各种的东西 例如动物 动物还比较好理解 毕竟他是生物 有可能是植物 植物是什么东西 植物就是花草 小草 或者是种子 都有可能的 为什么我是人 我的前世是种子 他会有生命吗 你不知道的不代表不存在 真的有可能 还有 还有一种我看过的是什么 岩石 他的前世是岩石 其实你只是不知道岩石 他可能本身就是有一种 灵魂的存在附着而已 你只是看他就是个岩石 但那个岩石本身 maybe could be 他也是有他本身的一个 灵魂附着的 是你不知道 或科学无法验证的 但是我们不辨真位 我们只求他在这一次的体验当中 得到了什么样的感受 还有空气的 所谓的空气是什么 他在进入那个前世画面的时候 他其实是没有形体 但是他知道他存在 他知道他好像就是这个 空间里面的某一种气体 这是其中一种 这个是非人不是人的 当然也有那什么灵界 什么神明系列的 或者是仙女系列的 或者是精灵系列的 这一些都有 比较不是地球人的形态的 还有最后一种叫做 非存在体 他不是一个具象的东西 他是一个没有形状的东西 那有可能是所谓的能量 能量感是什么 曾经有一种就是 他觉得他在一个空间里面 那个空间他去形容 很像是一个飞行船 我说那你是飞行船吗 他说不是 我是充满在这个飞行船里面的 不知道什么东西 因为他看不到 他只知道他是充满在这里 那他要去哪里 他说我要去另外一个地方 好像是要去工作 这是一个过程 所以他有可能是宇宙人系列 只是这个宇宙人在那个飞行船里面 是没有形体 是用能量体的方式去做存在的 这是一种 那第二种 也有可能是光源或星空 越来越多的那个催眠个案 他们到最后都会回到所谓的 很奇怪的叫做源头 很大的一个太阳体的存在的地方 那那个太阳 之于他的定义 因为我们看过太阳的一个图片和画面 那他们会说那是太阳 可是很奇怪太阳是不会热的 太阳是不会烫的 而且之于他看到太阳的那个时候 完全会有一种被温暖跟爱包围的巨大感受 这是我觉得体会非常非常深刻的 然后那时候他是一个 不知道他是什么 就是一个存在 然后就是一个我 我在那时候存在的感觉 这是蛮特别的 还有星空 那所以在前世今生里面 其实真的很有趣 在做了那么多的个案催眠 还有课程里头有很多学员的催眠 还有各种工作坊 那也经历了很多的那个 跟大家施做的催眠体验 所以大家在分享的过程当中 其实每每听到每一个人里头体验的故事 都会非常非常感动 所以很欢迎大家 如果有机会的话 也可以来上一下催眠的课程 看看你在前世里头 你会是什么 你看到什么 你感受到什么 好 那今天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了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